几日前巴萨宣布了二号门将希莱森将在下赛季转会到瓦伦西亚,没过几天,瓦伦西亚的主力门将内托则转会到了巴萨,两队的门将在短短几天实现了互换,希莱森的转会费在3500万欧元,而内托的转会费是2600万欧元加上9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。既然两人的转会费是一致的,那为什么不直接进行交换呢?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巴萨的财政报表问题。巴萨卖出希莱森之后,收入增加了3500万,买了内托是签了4年合约,将2600万欧元,平摊到每个合同年,由于今年只剩下半年,支出也就只有325万,而且9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,必定不会在今年触发,所以门将位置上的互换,让巴萨今年的财政报表上, 多了3175万欧元。为了今夏迁入大牌,这是巴萨,在应对欧族联财政公平上做出的一种技巧。 除了财政方面的原因,希莱森也渴望能踢上主力,作为荷兰国门,若不能保证充足的出场时间,国家队的主力位置恐怕不保。 希莱森的能力不比内托差,对于瓦伦西亚来说,这比交换也不吃亏,加入巴萨的内托虽然成为了替补,但在工资上有所增加,而且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品尝到冠军的滋味。 综上所述,巴萨和瓦伦西亚在门将上的交换,无论是对两家俱乐部,还是对希莱森和内托这两名球员,都是皆大欢喜的一种局面。